得福 你跪下干什么呀 师娘啊 这次上黑小子岭 师父那妾不应该 说的就是 你说你们这些臭男人 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离开媳妇几天呀 就在外面蘸花惹草 就是啊 不不不不 不怪我们这 就说我们是臭牛粪吧 可有的花草吧 偏偏就那 往这牛粪上查 那牛粪不怪花草 那花草反怪牛粪 这是哪说脸去 你 奶奶 谁是你奶奶 我有那么老吗 你就是我奶奶 奶奶 我洗爷爷那些是有道理的 您是不知道 我呀 就是一肉票 我那狠心的爹想我死 不送赎金 那土匪头子就要杀了我 我洗爷爷是买了救我的命 才答应土匪头子 娶土匪头子的闺女为妾 是我爹 害了洗爷爷 是我爹罪甘万死 是我爹逼着洗爷爷 拿土匪的闺女为妾的 怎么回事 这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奶奶 我说的自得是真 如果有半句谎言 先打我来哄 奶奶 不 这孙子说得对 就是为了 叫魏嘎嘎这个闺孙子 师父才纳得妾 纳妾了嘛 那妾要按照 大清律律来讲的话 她不算罪 你还说你 别别别 师娘啊 这 这宁治啊 这 这 这就是大罪 可这 这罪师父已经犯下了 没法改了呀 你的意思 还是得一犯到底不成啊 我的意思是啊 神明已经做成熟饭了嘛 咱能把这个蜜变成饭 没法把那饭变成蜜呀 杜淑 你胡脸脸啥 本来嘛 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嘛 什么叫生米成熟饭了 喜莱乐 你跟我说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过家家吗 过哪门子家家啊 你过家家你把生米做成熟饭了 他看见啥了 他又没在跟铁儿 你听着胡脸脸 你又仗着你师娘的面 冤枉你师父啊 我怎么都冤枉你了呢 在山寨里是不是跟人拜了天地 拜了天地那就是夫妻 是夫妻那就是 把神米做成熟饭了嘛 不算 就是山寨的闺女今天来 我也拿这把扫兆 把她给赶出去 这事不算了 不算了 听没听见 听见了 您说了不算 不算 算 算 师娘呢 你看师父这么大把年纪了 她给你们白头到老 那是板上钉钉啊 可您发现没 最近这些日子 师父只要是看到小娃娃 不管丑尊 那你厌性 你狐狸了我你 走路不开窝了 那点上褶子一巴一巴的 好 这回正好捡了个便宜 捺了个妻 心许还能生个大盘小子呢 闭嘴吧你 滚 都滚 好嘞 老爷 咱快走 我右眼皮一直在叫 胡子会不会撕票啊的 快点 快点走啊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奶奶 别让我滚 奶奶 不 你怎么又跪下了 不是谁是你奶奶呀 奶奶 喜爷爷是我的救命恩人 您当然就是我的亲奶奶了 这事过去了啊 赶紧回家去 奶奶奶 我不愿意回家 你怎么又跪下了 不回家干吗呀 合着我们救了你 然后我们还得白养活你是不是 奶奶我真的不愿意回家 我一想到 我爹跟土肺讨价还价 我就心寒 这不是拿我的命打折吗 你说我还要这样的狗爹干啥呀 不打算要你爹了 那你打算让谁当你爹 我 不要爹 只要喜爷爷和散奶奶 你看我长得这么年轻 我生得出你这么大孙子吗 是生不出我这么大的孙子 我知道了 奶奶您是喜欢嫩辈份 不喜欢老辈份 那 那您就做我娘吧 您就是我亲娘 娘 起收儿子一半 起来起来起来 这么大儿子我也生不出来呀 是啊 那你就做我亲姐吧 姐 起收第一半 快起来 快起来 又咋啦 过来 说心里话 就我这岁数 现在走出去说是 你姐 你说有人信吗 当然有人信了 您长得又好看又漂亮又年轻 怎么没人信呢 反正我就觉得 你也就二十七八岁 像仙女儿嫁烦 不是不是 我不是说不收留你 就是 你说我们家这儿好好的 突然多出你一个 大小伙子吃闲饭 这不合适吧 我不会吃闲饭 我会干活 我会 浇水 披柴 买米 做饭 我全包了 而且我还要学医术 这构种病人都怪病了 你想学医啊 我要把喜爷爷 所有的医术都学到手 你来 三趟家的 我们按照二趟家的意思 把这银子如数地给你送上山来了 快把我的儿子尴尬还给我吧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教人 怎么样啊 你不会把我的儿子给杀了吧 你撕票了 三胆子 老爷 你们不能这样啊 说好了银子给你们送上山 还我的儿子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你儿子昨晚已经私逃下山了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的儿子嘎嘎 过在你们山寨的山洞里 他就是掌上翅膀 他也飞不出去 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老毛子来骚扰山寨 这人黄马乱的 你那鬼精的儿子私逃下了山 反正他是活着离开的山寨 我们没有撕票 这个钱我们就收下了 抬走 三胆子 老爷 老爷 不能这样 老爷 你别瞧着 你再哭 再哭 离泥气满了 老爷 这个怎么办 老头子 那个 为嘎嘎呢 你从黑瞎子领救出来到咱们家 那个 他跟我表示了 这孩子有志气 他说他爹要不救他 他绝不回去 他还跟我说 他要跟你学医 他要成为第二个神医 还要跟我学医 还要跟我学医做郎主啊 第第二个神医 笑什么呀你笑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好 奶奶说得真对 以后不用叫我奶奶了 叫我师娘 好的 师娘 老头子 这说半天了 你表个态啊 表啥态啊 叫你师娘 你都应了 我还表啥态啊 那就这么着吧 嘎嘎 师父 上座 师父 上座 师父 师娘 第二个 紧收 徒儿 三百 一百 二百 三百 行了行了 快起来吧 起来吧 这乱了辈儿了 咋了 在黑瞎子里 他叫师父是叫爷爷 叫我是叫爹啊 现在又叫您师娘 这不乱了辈儿了吗 不乱啊 一点都不乱 我就喜欢嘎嘎叫我师娘 来 来 来 师父 师娘 我要改名换姓 从今儿起 师父和您就是我亲生父母 我和我那爹 脱离父子关系 以后我也不姓魏了 先起 啥 师娘 您给我起个亲名吧 别别别 你那姓改不改 先搁着 你这名字 名字非得改吗 一定得改 改的是我小时候 我爹给我起的 我现在和他 都没有父子关系了 我还叫什么改啊 我叫改了干吗呀 打鬼啊 对 那既然改个 人家都同意要改了 老头 你就可以想一个 快点 想个名 得棍 什么 什么 叫得棍 得棍 咱们家叫 富贵双全 好好好 得棍啊 见过师兄 喊了师娘 师兄 请收我师弟一半 我 对 神一 第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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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哟 这咋的了 这脸拉得跟吕脸似的 嗯 给我吹吹 快点 说话呀 怎么了 家里来了个白眼驴 白眼驴 可不 明明是喊我爹的嘛 这下叫我哥了 这不乱辈了吗 你说的是嘎嘎呀 他已经不是鸭子了 师父给他取了个名 叫德棍 跟我成兄道弟了 那不挺好的吗 好个屁 他还要做审议第二呢 德福 那你得努力了 努力 那也就是个二吧 谢郎中 刚才史密斯先生说得很清楚 我和史先生大老远 从京城来请您 您不能推辞 你能给土匪治病 就不能给洋人治病吗 谢郎中 在郎中眼里 不管是中国人 外国人 好人 坏人 只要是病人 就得治病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理是这么个理 施郎中 那我也不能去北京 为什么不能去北京 我是朝廷的流放饭哪 是太后老佛爷的意旨 帮我流放到这儿 流放到这边垂直抵达 醒来了 你在这宁骨塔待着 真是孤落寡闻哪 你不知道吧 这太后老佛爷和皇上 都逃到西安了 当年老佛爷的意旨 还顶个屁用啊 我有啥不知道的呀 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城 那是肆意强掠 横冲直闯 把北京城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我怎么不知道 可有一条 只要是太后老佛爷在 皇上在 大清朝的官员任命 还是由太后老佛爷说了算 大清的案子 这还得按照大清的律力来审结 大清朝它还是大清朝 大清已经名存实亡了 如今太后老佛爷 都得看着洋人的脸色行事 是吗 那好 那你就请北京的洋人 给太后老佛爷一个信 让太后老佛爷下一道意旨 这太后老佛爷下了意旨 说让我喜来乐进北京城 那我就立马进北京城 你 你这怎么可能嘛 你刚才不是说 连太后老佛爷都要看洋人的脸色行事吗 这不是你说的吗 胡叫蛮缠 西夫人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 老佛爷 老佛爷 他要跟我单独谈谈 你回避一下 我看看他放的什么病 那喜郎总陪我出去走一走 咱们散散步 好 我陪你去看一看我这流放之地 好 走 好 要谈什么呀 谈吧 西夫人 我看着您这样子 心里肯定不舒服吧 没不舒服 昨天晚上要不是咱们上山了 那喜来了可就美梦成真了 我们老头子是被逼无奈 不是自怨的 就算是事出有因 那这事他可完不了 那还想怎么着啊 西夫人您想想 这黑瞎子领上的土匪哪个是好惹的 那个土匪的闺女就更不好惹了 您瞧我这脖子 他昨天咔这么一下 掐得我到现在还疼呢 他竟然比喜来乐成亲 那多亏了老毛子的羊枪羊炮 把他们打散了 那现在老毛子可回去了 这土匪的闺女和喜来乐 算是入过洞房了 他能就这么善罢甘休吗 这事我怎么没想到啊 喜夫人 您想不想这种事 在你们家出现第二回 第三回 然后家里面多这么个女人 您要想彻底摆脱这个土匪的女儿 您就得远离凝固她 去京城 到了京城 这帮土匪还能追去吗 就算是追去了 我让羊枪羊炮杀他们个片架不留 等晚上跟我们老头子商量商量再说 事不宜迟最好明天就动身 以免夜长梦多 还生气啊 我想离开凝固她 去京城 你真听她孟清禾的话呀 我听她的 我自个儿没长心眼 我自个儿不会想啊 你就说吧 你去不去 不去 不去 为啥不去 八卦联军在北京城站着呢 咱在这儿活得好好的 哪儿也不想去 当然活得好好的了 你都纳了妾了 你当然好着呢 我说夫人呢 咋又提这事了呢 说的就是 你说你为啥不去 就是因为你心里 还惦记着土匪的闺女 这哪儿跟哪儿这是啊 你要真惦记她 你真惦记她 你就找她去啊 对 她年轻 还真没准能给你 生个大胖儿子呢 我还省事呢 我告诉你喜莱乐 就她给你生了个儿子 养大了也是个小土匪 行了 别咒我了 别咒我了成不成 听你的 咱明儿就去北京城 大小姐 你的老新郎下山了 这喜字 可以截掉了吧 就是把喜字揭掉了 你又能怎样 只要我房里挂着喜字 那我金山椒 以后就是一个 有夫之妇了 你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 我就不相信 你愿意为喜莱乐 守一辈子活寡 对 我就愿意为她 守活寡 你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住手 放下山椒 顾定龙 你对我闺女 如此无礼 你再敢冒犯 我对你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爹 我要下山 下山 这些日子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刚才你也看见了 滚地龙对我成什么样子 爹 我不想以后 你为了女儿 跟尔当家的反目成仇啊 闺女 爹 你下山上哪儿去啊 找喜莱乐 我听说 他被洋人给带到京城去了 爹做了胡子 山下也没有亲戚投奔 你不能下山哪 爹 这边啊 对对对 谢谢啊 不谢不谢 这边 有人吗 有人吗 卖宽了啊 卖宽 老嫂子 这是喜莱乐的家吗 是啊 是喜郎中的家 那这人呢 到京城去了 到京城去了 那喜郎中走的时候 有没有带一个年轻人哪 有个新徒弟 叫德棍来着 德棍 该不是叫魏嘎嘎吧 不 我听喜郎中叫他德棍啊 长什么样啊 个儿不高 瘦瘦的 老嫂子 你真的跟我走 你真的跟我走 小姐 我从小就没有爹娘 这些年我一直跟着你 你去哪儿我只去哪儿 你上山我就跟着你上山 你下山我就陪着你下山 好吧 好吧 那咱俩一起下山 嗯 从此是相依为命的姐妹 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姐 叫我山娇姐 嗯 山娇姐 走 走 三当家 你怎么在这儿 大当家在指导你要下山 特意命我来送你一程 你知道我去哪儿 大小姐去哪儿 我就送你到哪儿 三当家 谢了 我这一下山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爹年纪大了 请多照顾他 大小姐 放心 李玉爷 喝上了高山头啊 便成了我几只大老虎啊 高山头啊 玩了一个 大小姐 大小姐 在那边儿 遇到太后 他下了破 爹 鱼儿下山了 你和兄弟们 高山嘞 请见我 你和兄弟们 都要保重 你和兄弟们 来 我来 京城就是好啊 多大呀 紫禁城比这更大 更宽 更高 这紫禁城是啥地方 太后住的地方 皇上太后住的地方 那师哥你去过没 静紫禁城想当年拉我走 不是静咱家 天哪 山开 山开 первый 一二一 一一一二一 一一一二一 快走 快走 快点 快走 快走 师父 请待遗 行郎主 住这样的房子满意吗 师父 这洋鬼子对咱还挺客气 给他房子还挺敞亮的 房子不错 这家房东不是让洋鬼轰走了 就是让洋鬼子给杀了 咱们住这样的地方遭恨哪 行郎主 过来 什么东西 这是一块坏表 你明天早上八点钟 准时到紫禁城 八国联军的西统帅要接见你 哪儿是八点 你不知道怎么看表 真的 阿拉伯数字你认识 好 你看 这是个长长 你说的什么 不是 长长 六点半 八点 明白吗 真以为我不知道呢 三角姐 这京城这么大 到哪儿找喜郎中啊 只要喜郎中在京城 我就一定要找到他 找喜郎中干啥呀 你病又好了 当初又不是真的嫁给他 好 在我的心里 喜郎中已经成为我的亲人了 我心里放不下他 再说了 我们俩已经拜堂成亲了 我只能去找他 而且我必须找到他 三当家 谢了 就此告别 后会有期 大小姐 保重 你 这是外国鬼子啊 好怕人的样子啊 京城论 这洋鬼子把喜郎中 弄到京城了 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什么呀这是 怀表 怀表 这怀表好看 不是这样的 打不开呀 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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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这手 这手 看见没有 阿拉伯字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转一圈就是咱六个时辰 两圈就是十二个时辰 那 那这玩意儿挺好啊 那以后就不用听 打 打京了 这一看不就清楚了吗 你喜欢就送你 送我了 你舍得 我送你有啥舍不得的 夫人哪 以后咱家的使令 就由你来管 明天早晨 我得去见那个西德瓦 八点 那是哪儿啊 那这 就这个 这是八点 佛小的时候是六点 你打明儿 我打明儿 我是大公鸡呀 我打明儿 夫人就是咱家这大公鸡呀 哈哈哈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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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个八五连金的邪祖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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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王爷 好 系统帅 喜来乐来了 谁是喜来乐 本人是喜来乐 这是我的两个徒弟 得福得贵 你 你还有两个徒弟 好啊 本统帅也想做你的徒弟 你收不收啊 谁呀 所以特地把你请到这里来 我们全体联军对你的到来 表示敬意 表示欢迎 我要给你个拥抱 好 你 这么不友好 友好 将军说友好 你们跑到中国来这是友好 喜郎主 系统帅身上的病你给看看吧 德福 好 看看 这是在中国患上的病 我们很多官兵患上了这盖色的龙 叫什么蝉咬龙 喜郎中 你一定要把这个龙给治好 这病啊 不好治吗 师父 管那好不好治呢 赶紧开药方子吧 开个吧 开个 开一个 师娘 师父走了几个时辰了 说不好啊 对了 我有表 我看看表啊 我看看表 我看看几点了 几点啊 怎么着一定有俩时辰了 我上门口迎迎他们去 豆腐 哦 把这个药方子给西摔 好 我说将军啊 我开的这个方子灵验得很 只要照着上边去坐 病就会好呢 什么意思先生 我不懂药方子 你看一看 按照药方 到中国药方抓药 让全体还兵的将士 赵方吃药 哪儿来哪儿去 越快越好 这是什么药方子 你们洋人到中国来水土不服 就得了这个蝉腰龙 这 这地府你们就不该来 要想不受罪 赶紧回老家去 你敢在本土水面前耍花招 别动 别动 请客下息怒 喜郎中 只要你给连军治好病 我们会给你一大笔赏金 对 赏钱 财宝 金银财宝 你就是把紫禁城的金银财 保全给我 那病他也不好治啊 唯一的办法 就是赶快回老家去 那蝉腰龙他这不治而愈啊 我们一时半会儿 还不打算回老家 我是再也开不出 什么更好的方子来了 这又半个多时辰了 岳儿 我跟你说我这个心吧 就跟这个杨表啪啪啪 跳得一样 可慌了 大叔 喜郎中的家是在前面吗 对 师娘 你说师父跟德福他们 不会出什么事吧 别会说 咱们家人心这么好 没干过坏事 能出什么事啊 师娘 你看那俩男的 像不像姑娘般的 还挺漂亮的 咋了 黑瞎子凌那土匪的闺女来了 姐姐 喊谁呢 喊谁呢 喊你啊 姐姐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在黑瞎子里见过的 你怎么到京城来了呀 我来找喜郎中啊 这 这 别扶我 人家追人 都追不过百步 你这追千里追到京城来了 我跟你前世有冤是不是啊 哦 你就是那个 要在山寨上 嫁给师父的人吧 我求求你们了 快走吧 师娘看见你们要晕倒呢 姐姐你别晕 我想进屋坐会儿 还进屋坐会儿 对 进屋坐会儿 陪姐姐说说话 没想到这个中国郎中 还敢跟本统帅来这一套 史密斯医生 您来中国多年 对中国人应该有所了解 你估计喜来勒回去 会不会弄一个 真正能治禅妖龙的药房子 他是个狗屁的神医 回去告诉他 如果他再敢违抗我的命令 那就撑毙 将军 喜来勒是中国的神医 治病的法子揣在他的心里 杀了他往后就别指望 会有人治好 叉妖龙这个怪兵 我们只得想办法 让喜郎中给连军治兵 那如果这位神医喜郎中 不愿意给我们治 还会有什么好办法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 软硬兼施 中国人对付中国人 常常是先软后硬 我们对付喜郎中 先用软的法子 不行再来硬的 姐姐 我是被滚地龙憋得 才下山的 滚地龙是谁啊 他是山寨的二当家 一直纠缠我 想让我嫁给他 二当家的看上你 不挺好的吗 说明他喜欢你啊 怎么不同意啊 我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 看他烦 粗鲁的男人 常常犯魂 犯魂 你跟我说说 他都怎么犯魂啊 不说他了 你那么气他哪 香蕉姐姐一见他就气 得了那个怪兵啊 就是被他给气的 气得脸也肿了 脖子肿得像个小水头 别说了 不对啊 我听我们老头子说 你得的是什么 克山病啊 什么克山病啊 我看啊 是被气出来的怪病 山娇姐姐答应 嫁给喜郎中 就是为了摆脱 那个二当家的 你就是为了摆脱 那个二当家的 才跟我们老头子 成得亲哪 你这闺女啊 不是我说你 你真够傻的 我们老头子 跟你拜堂成亲 那就是硬个井 闹着玩小孩 过家家似的 你还当真了 这男人不就是这样吗 你让他跟一百个女人 拜堂成亲 他都乐意 他都乐呵呵的 可是你女人不一样啊 你跟他成完亲之后 那你就是媳妇了 你就是大嫂了 你要再嫁人 那你就是小寡妇了 我不是小寡妇